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Doka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搭建一个React的开发环境 当然是使用Doka技术 上期我给您讲解了 如何搭建VUE的开发环境 今天咱们再搭建一个React 咱们都知道 在这个Web App开发领域 VUE React Angular是三大支柱 各不相让人气都很高 今天咱们就讲解一下React 好不好 OK 那咱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咱们使用Node.js Doka镜像 咱们搭建一个React的开发环境 首先我先给您访问一下DokaHub 咱们看一下Node.js 咱们大家都知道Node.js最新版本是14版 但是今天我准备采用12版 为什么 因为12版是RTS长期支持版 大家请看 这是14版 我准备采用是12版本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是RTS 它是长期支持 咱们就采用它 好不好 OK 接下来再给您看一下react的官方网站 因为它是大公司做的 所以说它是有中文版的支持 大家请看 非常的不错 我可能根据今后朋友们的需求 有可能我小马技术频道会开react的开发课程 目前还没有 看朋友们的要求 如果您希望小马给您开这个课程 您给我留言 我也会开react的开发课程 为什么 因为react它人气度真的很高 而且再结合react native 开发手机应用完全都是没有问题 它是一道非常成熟的开发框架 我觉得其实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 好 咱们看朋友们的需求 OK 咱们说完了两大技术 接下来咱们就要把两个技术结合起来 该怎么做 马上实在演习的部分 咱们先开一个我本地的终端 然后进入我工作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在这里面 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建一个本地 并没有在Docor里 在本地咱们建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用于咱们今后的原代码的管理 也就是说 咱们今后原代码的运行 在Docor中运行 不运行 我就把它放掉 对吧 那么咱们本地要保留咱们最新的原代码 所以说这是两套不同的内容 Docor是服务运行 但是咱们原代码是本地管理 好不好 这是咱们的需求 所以说在本地我建一个APP的文件夹 没问题吧 接下来 我在本地编一个Docor文件 来描述咱们容器里面所需要的内容 比如说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用到了 Node 1218.2阿勒帕版 这是威内核的Linux 非常的好 我一般都采用这个版本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在本地有个文件夹 同时把本地的文件夹 加入到咱们容器当中 同时把咱们容器的工作文件夹 设成-APP 也就是咱们本地的原代码的文件夹 对吧 就这么三套代码 非常简单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 我是不准备 用Docor容器 单打独斗 那咱们怎么办 我想用到Docor Compose 咱们搭建一个服务 然后咱们以这种服务的方式 来运行今天的代码内容 好 咱们说完就干 所以说 我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Docor Compose的文件 Docor Compose 如何安装 如果使用 我有其他视频 有心里朋友 可以看我的其他视频 好 那这个地方 把它拷备过来 拷备完之后 简单讲解 咱们用的这个版本是3.8 对吧 然后咱们开一个叫做Node 这么一个服务 其实这地方 你可以叫React服务 React Node 都可以 然后咱们编译 本地环境 然后打包 刚才咱们写的Docor文件 没问题 然后卷标 把本地的APP 绑到咱们容器当中去 对吧 然后这地方是执行 一个什么 就说咱们在今后 在容器编辑完之后 咱们需要启动容器 那么只要一启动容器 默认就要执行这段代码 对吧 把咱们的APP应用程序 启动起来 然后咱们的应用程序名 我默认给写的是 React Sample 这个地方 根据您的项目 这个地方 您可以命名 您自己不同的名字 都没问题 然后这个是 把这个容器端口 映射到本地 这个地方是 开一个标准的输入的方式 进行 好不好 就这么点简单内容 接下来 因为咱们是用到了 Node 1218.2 所以说我提前要把这个镜像 下载到本地 咱们说完就干 这我存盘退出 好 然后清屏 把这个拉下来 输入密码 是这样 咱们用Doka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咱们常用的镜像 都要提前下载到本地 你看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 因为我是常用的 所以说我本地已经存在 咱们可以看一下 DokaImage 大家请看 我这已经有了 对吧 三星期之前 我就已经下载完了 换句话说 这个Node.js 是我常用的东西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就开始干什么 编译 咱们写好的 刚才写好的容器 把它变成一个服务 是吧 把它变成它自己 容器中所需要的 Doka镜像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Go 咱们写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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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打包成功 这个过程可能稍微花一点时间 根据您这个系统的配置不同 好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工作干了什么事 干了一个 它在本地给他们生成了一个叫做 Worknote的镜像 这个镜像不是咱们自己使用 是Doka Compose使用 好不好 OK 那咱们显然少计继续进行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要在容器当中生成一个服务 咱们先看 我Doka运行 然后运行完之后 这个很重要 运行之后把这个容器 临时容器消除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在容器当中 先安装一个React的开发工具 或者说命令行工具 安装完之后 咱们用这个命令行工具 咱们建立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名叫做 大家请看 ReactSample 对吧 咱们叫ReactSample 这跟刚才那个地方对定起来 对吧 这地方是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运行 因为是什么 因为咱们在这个地方 去建立这么一个同名的Project APP 对吧 OK 那咱们就直行这步 因为咱们的容器和本地APP目录 是绑定的 所以说咱们虽然在容器中 建立这个ReactSample 这个Project文件 其实在本地也建了一套 它们是一套目录 好不好 它们是一个目录映射 好 咱们马上开始 Go 安装加建立 咱们是一个目录映射 OK像我的机器大概花了一分钟左右时间 整个过程建立完成 这个可能根据您当时的网络情况 可能这个稍微会前后有点不同 但是没有关系 大概一两分钟应该能建立成功 好建立完之后 咱们先启动这个容器 看一看咱们建立这个文件是否成功 咱们先看容器内的文件夹 好不好试一下 清评 咱们运行Note这个服务 大家请看 在这个服务里面已经看到了 react sample这个文件夹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本地 因为咱们在本地这APP 就负责管理咱们的原代码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这是咱们的本地 也有了 对吧 您可以再往下看一层 这都没问题 对吧 有啊 这是标准的react的项目结构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启动容器 坏话说 咱们把这容器启动起来 让它去访问咱们本地的APP的原文件夹 然后让整个服务起来 好吗 咱们先简单的看到这个效果 马上开始 go 清评 启动容器 它会硬设一个端口号3000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它硬设一个3000 对不对 那么咱在本地就可以去执行这个 URL看到内容 咱们试一下 大家请看 已经启动起来了 但是我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服务的容器 并不是在我虚拟机里面 是在我虚拟机里面的Docker服务里面 这个Docker服务 咱们随时可以把它停掉 这就Docker给咱们提供的好处 对不对 OK 那它是说了 编辑这APP 然后再重新装载 是吧 然后学习react 那行 这画面做点非常的不错 比不优异 好像感觉高档 那么一丁丁 这个感觉 好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接下来 咱们就编辑一下 这么一个app.js 看看能不能发生变化 好不好 咱们试试 因为我现在这个窗体正在运行 所以说我得再开一个新的终端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咱们直接敲 这个 是这样 这个因为 因为它是这个 路的用户建立 所以咱们这得加一个这个 SU堡 稍等 我这密码怎么还 万能密码还能敲错 我看 咱们比如说 这是代码吗 咱们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编个文件 咱们就叫做 加个p 在这个地方 好吧 咱们就叫做 Hello React.js AndDoka 行吗 用语试该这么说吧 不知道 用语稍微差一点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动态编译 动态之行出来了吧 这样的话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说 咱们在本地 咱们开了一个Doka的服务 然后咱就不管了 然后咱们用咱们的自己的工具 你用VSCode也好 用神秘也好 咱们就去编辑本地的文件夹 编辑本地的这个目录 对吧 咱们就编辑它 就像你说 咱们在本地进行开发 然后咱们运行服务 就不用在本地 装这么一大套 这些个软件了 不用了 咱们直接装一个Doka 就足够挤着 咱们所有的开发的问题 多棒 没有质疑 所以说 这也是我喜欢Doka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今天的所有视频 推荐给大家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您是不是觉得 用Doka搭建您的开发环境 或者说开发调整环境 非常的容易 没有之一 好不好 OK 今天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趣的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加转发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